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 今天是我在幻想服的第三天 由於昨天太忙了就沒有更新影片 不過沒關係 今天把昨天的部分一起說完 可以看到我目前的戰力是68萬左右 接著我們看排行榜 可以看到目前榜1的玩家是257萬 真的是非常高 就連第五名才195萬 他們之間就快插了我本身的戰力 再來偷偷看一下榜1的陣容 他是玩一個火燒的玩家 那孫策已經無火了 連張寮也無火 真的是刻度非常非常的大 就整體來說非常噁心 那蠻算是現在陸服主流的火燒隊 那接著看一下第二名 我覺得是火燒的孫策每個人都會有一隻吧 畢竟是新服 大家都想體驗看看這個新魂匠孫策 接著看一下排行榜 我自己的戰力排行是375名 跟兩天前是差不多的 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我覺得會隨著時間慢慢的往下掉 畢竟我這個賬號是打算無課玩 再來看一下主線 推到了31之時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都是上限了 至於黃天是388關 剛好也是388名 真的是太巧了 我的黃天推的不算太快 畢竟我是玩火毒的 在黃天來說前面也不會很好推 那至於其他的排行 我的競技場848 就是沒有打上去 然後其他的就都差不多 來看到陣容發生了一點小變化 我把魂孫策給抽到手拉 目前是有兩隻魂匠的 那等等跟大家說一下 我魂孫策是什麼拿到手的 那我的賈許今天把他升到三星 孫如玉也是 兩個成價都三星了 然後就擺上場 那至於蔡文姬就是拿他的這個羈絆 讓我方全體的免傷提高 算是一個過度的陣容 之後還會再做改變 現在來跟大家說我的孫策是怎麼拿到的 上部影片有提到 孫策是陸服最新推出的魂匠 那麼每次推出魂匠時 也會同步開啟魂匠的活動 可以先看到無限挑戰 這個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了 台服跟日服都有 就是可以刷積分 然後拿到排行獎勵 那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排名獎勵 有這個魂匠的招募券 然後是幻境試煉 這個大家也很熟悉 就是打滿30顆星 可以拿到元寶 以及養成的試煉點數 那當然還有魂匠專屬的龍靈龍金 可以在商店兌換一些物品 再來是魂匠推出時都會有專屬的故事 就是一個漫畫 那我們把它拉到最下面 第一次拉完時可以拿到一個專屬的獎勵 我忘記是什麼 好像是元寶還是什麼道具之類的 繼續看到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魂匠招募啦 那這邊可以選擇招募當期最新推出的魂匠 以及往期的魂匠都可以選 但選定了就沒辦法做更改 你就只能招募這隻角色 像我現在選擇的往期魂匠是張寮 就都只能選擇招募張寮或是孫策 不能再額外選擇其他往期的魂匠 這邊有玩幻想服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點進來右下角禮包商店 有分成白嫖就是花元寶購買以及課金的 元寶購買在一個魂匠的活動當中 最多上限購買60次 也就是消耗3萬的幻星 類似我們的日服跟台服的領寵招募 那這邊還有分成課金的 那當然是越小包是越便宜 那越後面則是越貴 那就看大家有沒有想客 再來則是龍金的部分 前面有提到魂匠招募 我們在抽的時候也有可能會抽到這個龍金 這邊可以購買當期的魂匠碎片 以及無雙助力箱 還有無雙精選箱 這個就是分成我們的各種石頭 那30個龍金就是原價 它是3000幻星跟3000元寶的 15則是1500 最後則是龍靈 也是可以購買一些素材 那當然還是有當期的魂匠 那以及最基本的一些素材 那基本上一定是先換當期的這個魂匠碎片 那有多的可能可以換一些刻印石 金鍊石等等 這邊也來跟大家聊一下 我在幻想服的魂匠養成思路 我打算把孫策以及張寮都抽到一火 在這次活動當中沒有抽到一火沒關係 在第10天時也會推出一個新手集市 那也是一個魂匠的活動 最起碼可以把張寮還有孫策都抽到一火 都一火之後我會專攻張寮 慢慢的把張寮養到五火 現在張寮在陸服 基本上就是一隻人權卡 非常強勢 這邊還有兩抽 就來抽一下看能不能一發入魂 第一次單抽 這個動畫也是做的蠻細緻的 就會有個龍跳出來 抽到了10個碎片 再來抽第二次 哇! 哇! 中了! 太誇張了 直接提前出貨 霸殺也完全沒想到會直接中一隻 那順便跟大家說一下這個魂匠招募的規則 它是有保底的 就是如果你很非的情況下 最起碼50次會保底 因為它的概率是會疊加的 那我剛剛大概抽了可以看一下 我在這個寶庫這邊 我換了13次嘛 那加活動送的大概不超過20次 就直接抽出來了運氣不錯 我覺得這個魂匠還算挺好抽的 就我以前玩到現在 基本上是沒有真的保底才抽出來 都會提前抽出來 那麼幻想服的第三天介紹 也就圓滿結束啦 大家還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的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